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血流老人》这个解释 这个第十一条 不挑剔十之美二 不管在外面跟别人 同一桌吃饭要如此 在家庭里面也是要这样 跟熟悉的人吃饭 也是不能挑剔的 不能选这个饭不好 就不吃了 那我们自己不吃 那叫别人吃 这个不好我不吃 那就通通给你们吃 这个就讲不过去 在家庭里也不能挑剔 所以这个在家里 也不能挑剔啊 你吃的 除非你自己做主 你是主人 今天吃什么菜 你自己说 厨房替你做 这就谈不到挑剔二字了 你不做主人 就没有挑剔权 不好也得吃 那么这个就是 家里啊 自己 不是在做主的 那就不能挑剔了 如果自己做主 当然能自己要吃什么 做什么 自己可以做主 那就 谈不到啊 这个挑剔了 自己选择的 无家里是大家庭 无小时候 什么时候吃什么菜 哪一天做什么 就像什么 呆呆板板的 跟法律一样 这是血路老人啊 他的家族 是大家庭 是过去啊 是大家庭 大家庭人很多啊 大家庭啊 那总是有规矩的 所以血路老人小的时候 在这个大家庭 人家煮什么菜 就会吃什么菜 哪一天做什么菜 都是固定的 呆呆板板 就跟法律一样 无罪讨厌的几个东西 如夏天吃金瓜 七夜间用小白菜炒饭 这是无罪讨厌的 这是无罪讨厌的两条 那个时候是同桌吃饭 无不大动 这两样饭菜 这是血路老人讲啊 他以前小时候 在这个大家庭啊 那他 最不喜欢吃的 有几样东西 他挤出两个 夏天啊 吃金瓜 到七夜间啊 用小白菜炒饭 他是最讨厌的 这两样菜 所以 那个时候同桌吃饭啊 他就 不大气 吃这两样饭菜 年轻时还说十法 说哎 我不愿 吃这个 家里平常 向来习惯是 两天吃两次 但是有这一句话就行了 明明 这两天要 换新的 到了时候 金瓜连着四天也不变 那个小白菜炒饭 无嘴里念得很熟 也连吃了十天 老人做的 你不吃就饿着 那这个 就是 你没得挑了 老人做的 你就要吃 那你不吃 那你就挨饿吧 所以这个 本来是 金瓜是两天的 小白菜炒饭也是两天 但是啊 到时候啊 金瓜吃了四天 也不改变 那个小白菜炒饭 连续吃了十天 那你不喜欢吃 你也得吃 不吃啊 自己就挨饿了 那么这一条 也就是 给我们讲啊 在家庭也好 在外面也好 别人 做的这个 饭菜 我们就不要去挑剔了 这个 不喜欢啊 自己也得吃 这个也是 修行 修我们的 平常心 修不分别 就像佛陀时代啊 去脱波 脱波自己就没得挑了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所以这个就 不挑剔 十之 美二 不给人家 找麻烦 这一条非常重要 好 那这一条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